那边是读经时间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一到十节 我自夸固然无异 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主显现 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 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 也不算狂 因为我必说实话 只是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 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考教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急难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平安 感谢神 今天我们又在通过线上这种形式 聚在一起 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 哥林多后书12章 何以刚强 首先一到四节 讲了一个保罗的特殊的经历 首先我们看 保罗说他的自夸是不得已的 那他为什么有这个自夸的资本呢 的确 我们如果看 菲律比书三章 那个四到六节 保罗确实有太多 骄傲的 属世的资本了 他第八天受歌礼 是以色列族 是变亚明支派的人 是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是法利赛人 又是热心 逼迫教会的 而且严谨的遵守律法 无可指责的 但是呢 他不以为难 他仍然以基督为自保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自夸是不得已的 他知道这个自夸 是没有对他来说是本来是古然 就是本来的意思 本来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看保罗为什么要自夸 他是为了判断假使徒 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有太多的这种被盗的 信心软弱的 以及还有假老师 假使徒等等 我们在学习前一章经文的时候 已经分享过了 保罗不得已把这些事情拿出来 摆在假使徒的面前 使得那些人在他的面前 不能够拿他们自己的属世的资本 在保罗面前自夸 这是保罗说的自夸的目的 他现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第二节 他又说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请注意 他这里说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现在已经是基督里面的人了 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保罗说 他不知道 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他到底在身内还在身外 他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其实是彰显了神的智慧和知识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 罗马书11章33节 神使我们有这样的身体 有这样的灵气 使我们活着 必然也有神给我们的美意之所在 神创造我们不仅是让我们有一口气 在地上活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他的目的 这里彰显的是神的智慧和知识 但是神的智慧和知识 是如此的 长阔高深 人在里面 是没有办法全部 揣露出神的智慧和知识的 因此保罗在这里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他的一种谦卑 这里我们要讲 为什么保罗要把自己的 三重天上去的这种意象分享出来呢 因为在西伯来人的思想当中 他们很重视这一种被提 被神提升的这种经历 他们认为第一层天是什么呢 是大气层 第二层天是星际太空 第三层天是神彰显灵在的地方 那里住着被成全的众圣徒 以及天使和天使长 保罗曾经被提到那里 是很神秘的经历 是被犹太人所非常看重的经历 他在这里讲这一段经历 是讲给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心软弱的 或者假使徒 假老师他们听 使得他们在保罗面前不能够自夸 这是保罗的用意 但是保罗为什么又把这个提到三层天上去 这个经历 过了14年以后再说呢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他也表明他自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经文当中明确说了 他14年以后才提起了这段经历 而且谦卑的说 在身内或在身外 他不知道 犹太人所看重的这个神秘的经历 他们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说 这个传说呢 有四个拉比 他们看到了神的意象 然后呢 也被提升到三层天上去了 其中一个呢 看见了荣耀死掉了 第二个呢 也看见了神的荣耀 但是他呢 发疯了 第三个呢 是看见了神的荣耀 结果成了异端 只有第四个 叫雅吉巴 只有他是平安的被提升了 又平安的归返了 在犹太神秘主义的传统里面 有这样一个传说 四个人 只有一个 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 我们讲到保罗的这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 我们也可以想一下 我们今天 在科学领域里面 三个宇宙速度 能造地球卫星 在发射的时候 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速度 才能够抛弃地球的吸引力 能够达到地球 跟地球做云速运动的 圆周云速运动的轨道 这个第一宇宙速度是 每秒钟7.9公里 那么如果说 要摆脱地心引力的 完全摆脱地球的引力 摆脱地球的束缚 离开地球 那么最小的发射速度是多少呢 是11.2公里 每秒 每秒11.2公里 比如中国2020年发射的一个 叫做天问一号 火星探测器 因为那个探测器 要发射到火星上去 所以呢 它在那个运在火箭上面 的发射速度 必须至少要达到 或者要超过第二宇宙速度 每秒钟11.2公里 第三 也就是第三宇宙速度 要摆脱太阳的引力的 那个束缚 飞到太阳系以外去 那么必须用第三宇宙速度 每秒钟16.7公里 摆脱太阳力的束缚 飞到太阳系以外 比如 美国曾经发射过旅行者一号 是一种飞往外太空的 摆脱太阳系束缚的空间探测器 保罗说的这个三重天的经历和领会 他是为了判断假使徒 他绝对不是为了夸口这等属灵的经验 他说他夸口的只是主耶稣他自己 因为当时有人质疑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 也有假师傅假老师 搅扰了哥林多教会 因此保罗这样的分享 这一种灵里面的这种被提的经历 也是一种被迫的 保罗说的不知道 他究竟是确定自己是 自己的灵魂被提 还是自己的身体被提 是自己的身内或者身外 不知道 只是他认为只有神知道 说的非常好 就如同罗马书11章33节说的 身在上帝丰富的知识和智慧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乎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于他 直到永远 阿们 这是保罗的一段话 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 从神那里 莫斯来的话 我们必须对神的智慧和知识 保有一种敬畏之心 知道他是何其难测的 他的踪迹是何其难寻的 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 这样说 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神的作为 请注意 人不可能全部清清楚楚的知道 但是神确实给了我们信心方面的确据 我做了心脏手术以后 经历了两次大出血 昏迷抢救 我当时的确有过那种叫做浑游向外的这种经历 我虽然昏迷了 躺在床上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好像是伸到了天花板上一样 看着医生围着我抢救的那个场面 仿佛我自己在天花板上往下观看整个场景 这就是我的一个经历 我以后长大后 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包括我们基督教主内的一些见证 也经常提到 人在一种什么 凭死方面的一种经验 但这种经验 其实不是什么好经验 也不是什么一种 拿来可以到处吹嘘的 所以在这里说 有的事情说不清楚 我们就说不知道 如果说 觉得这事情不要到处说 我们就是要保持一定的敬畏 到底我们的经历可不可以说 第四节 他被提到乐园里面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这个言语显然是神的话语 原文解释 就是神的话语 是言词的表达 是一种叙述 我们看 马太福音四章四节 怎么说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这一个话就是这里所说的 听见隐秘的言语 而第四节 他说的 人不可说的 人不可说的是 人发出的声音 是说话的声音 所以我们人的说话 和神的言语 是不能够等同的 不能完全用人的言语 来描述我们神的道 因为它是隐秘的 从使徒的标准来看 保罗认为 属灵的经验 是没有可以夸的 但是从 在教会里面 这种处境里面 面对那些假使徒 假老师来说 有的时候 适当的 把自己的一些经验 属世的一些经验 说出来 也是未尝不可的 但是保罗强调的 在这里强调的是 在神的荣耀面前 能要保持低调的 这一个教导 希望我们能够 在这个经文里面 能够学习到这一点 而不至于说 因为保罗分享了 这一个被提到 三层天上去 这个经历 以后我们就觉得 哎呀 我自己没有这个经历 那我怎么办 好像我显得不属灵了 或者说 我曾经有过 类似方面的经历 那我就去到处去说 到处去显摆 到处去做这样的见证 这都是不恰当 下面我们看 五到七节 我们看 从五到七节里面 就是说 保罗既是要夸口的 在那些假使徒 和假老师面前 他要夸口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在神面前 又是无法言语的 又是保持一种谦卑的心 首先 我们再回看到前面的第二节 我们可以从第二节 看到第五节 他反复强调一个 我和神的关系 他说 我并不夸口 我不为自己夸口 第二节说 我认得一个 在基督里的一个人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个人 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那么保罗所说的 这个人 那个人 那个人 这个人 到底是讲哪个人呢 这里我想分享一下 那个 弗洛伊德的一个概念 就是本我和超我 保罗讲的前面 那个人 就是他自己 可以理解为 在心理学当中的一个本我 本我就是完全的一个自我 完全是一种潜意识 在弗洛伊德心理学里当中 他认为这个本我 就是代表人的欲望 是完全是一种欲望的人 所以他叫本我 然后呢 他又 弗洛伊德说 第二个层次呢 是叫自我 是部分有意识的 负责处理现实的一些事情 叫做本我 然后呢 又达到全部的有意识 达到一个在道德上面 可以做出一个道德标准判断的 那个叫做超我 弗洛伊德认为 超我是人格当中的管制者 有完美的原则支配 请注意 超我是有一个完美的原则支配的 属于人格结构当中的最高部分 但是我这里要说的 如果没有神 人的内心根本不会存在那种完美的原则 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按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此至终的作为 能不能参透 神造万物按各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按在世人的心里面 我们心里面的永生 我们心里面的良心 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完美的规则 是由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 只是遗憾的是 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诱惑 堕落了我们的良心 受到了亏欠 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良知 被魔鬼撒旦的谎言玷污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 说我现在心里面 冷就有一个完美的原则 支配着我 我自己可以通过我的努力 从本我达到超我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这样想 就表明我们对神的信靠 还是有大打问号的地方 那么保罗讲要夸口 一个人认识到基督以后 就知道什么才是最值得夸口的 只有那神的工作 才是可以大大的夸口 保罗这样说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 只知道 耶稣基督 并他定 十架 夸口的 当指着主 夸口 那么 我们什么地方 是需要 不夸口的呢 我们是要 被人高看吗 当然 我们作为世人 我们都喜欢被人高看 我们今天的股市 希望天天被高看 展所谓的人气 选举的时候 候选人都希望被选民高看 为的是所谓的民意 自己也希望被人高看 所谓的 带来所谓的颜值 这一些 无论是人气 民意 还是颜值 都会给人带来名誉 地位和金钱上的好处 但是我们要牢记 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当中那句话 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露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凡是从世界来的 都是要被败坏的 自高好不好 自高显然是不好 自高不是一种自信 自信的基础是源于 自己对自己的实力 和自己的真相 比较准确的把握基础上 获得的 而不是一种盲目的嗨 这里我给大家讲 既然前面也讲到一个本我 超我 自我等等 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概念 我也可以大家讲一下 精神分裂症 有一种症状就叫妄想症 这个妄想症分成两部分 一种是被迫害的妄想和超能的妄想 这两个极端却往往发生在一个病例上面 所谓被迫害的妄想 就是天天觉得好像有人要害他 好像什么地方装了摄像头盯着他 那而相反的那种超能的妄想呢 是什么 非常自高 非常高看自己 觉得自己什么都能 觉得自己到什么地方去 总统都要来迎接他 觉得他去买一个彩票 一定会中大奖 他总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 最准确的 最对的 没有人可以质疑他 这就是一种超能妄想 也叫什么富贵妄想症 这两个极端都是一种精神分裂状态的一种表现 我们自己被迫害的妄想 depression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自己超过自己所应当得的 超过自己能力的这种妄想 也是不应当的 这里我给大家再讲一下 我们人的一个自信的问题 其实神是给了我们这些自信的 他是为了保护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不要让我们过于的沮丧 让我们能够天天比较高兴的活下去 他也给我们这样一些自信 比如 我们自己可以闻到自己的口臭吗 比如我自己就闻不到我自己有什么口臭 往往是边上的人 尤其是我的太太 他就说 阿波你的口气好像今天不太好 我就知道我今天胃可能不太好了 如果说我们自己天天可以闻到自己的口气 因为很少有人每天或者每时每刻 他的口中的气息都是清新的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口气都是污住了 有的时候还伴有很强烈的浓烈的臭气 如果我们自己呼出去的时候 我们自己彼此里面都感到这种臭气的话 我们自己人还会不会有勇气 高高兴兴的出去见人 高高兴兴的出去吃饭 高高兴兴的和人打交道 可能不能 因为我们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 对不对 我们自己闻不到自己的口臭 因为当我们呼出去的时候 我们气呼 呼出去的时候 不能够闻到我们自己的口气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当我们戴上了口罩 当我们戴上了口罩以后 我们可以回闻到自己的口气 因为口罩有阻挡的作用 我们呼出去的气 一部分在我们吸入空气的那一刹那 我们还会把残留在口罩里面的这些气息 被我们重新吸进去 怪不得大家都不愿意戴口罩 至少不喜欢主动的戴口罩 美国甚至还有为此发生枪战的恶性案件 但是别人的口臭 你是不是很容易闻到 当然 因为你是吸进去的 而且你不是他自己 所以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干净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香的时候 要注意 要注意听听别人的评价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依赖于别人 对我的评价 对我们自己的评价 因为人有把你捧高的这个事实的存在 自己也有自高自大盲目自信的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所以既不要太自信 也不要太陷入到别人对我们的这种评价的当中去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夸口无论是被人夸还是自夸 都是所需要注意的 因为这些都是人的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所带来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损害 这我们要看清楚 我们再看下面 七到十节 这里开始讲保罗的一个难处 是什么样的难处呢 是刺来作难 有一根刺夹在那个保罗的身上 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保罗 这是不是好事 当然不是好事 但结果却是有好的方面 好在什么地方呢 请看经文 就是免得我过于自高 免得我过于自高 所以保罗说事情 真是非常的客观 非常的就是说谦卑 这根刺夹在谁身上都不舒服 但是保罗还说 这根刺其实也有他好的地方 免得过于让我高看自己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没有看到 使徒保罗这样对我们的教导呢 我们看一下保罗这根刺 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查考经文当中呢 有可能是保罗的眼睛有问题 眼睛不好 根据是在哪里呢 保罗在加拿大书第四章当中说 说那加拿大教会的那个信徒啊 对他非常好 他没有厌弃他们 他们没有厌弃保罗 没有轻看他 反倒接待他 接待他如同接待神的死者一般 如同基督耶稣一般 那时他提到了这么一句话 那时你们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 给我也都情愿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 保罗说了这么一段 显然保罗那个时候眼睛有问题 那些信徒看了他眼睛有眼疾 非常痛苦 所以他们就为保罗什么 为保罗担心 为保罗打告 他们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拿出来给保罗 有这样的心肠 这是感谢神 我自己的左眼 我这个左眼也被网球积伤过 真是我当时痛得是日夜不宁 尤其是晚上更加疼痛 恨不得当时就要把自己的眼睛给挖掉 实在是太痛了 这个痛就叫什么 就是那个刺痛 所以我深深懂得什么叫做眼中钉 眼中一根钉子 肉当中一根刺 我自己甚至切身有体会 必于除之而后快 什么意思 必于把这个刺最好能够拔出来 如果拔不出来 我想能够把眼睛挖出来丢掉 不痛就可以 我瞎眼都不在乎 我当时尽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为什么实在是太痛苦了 当时我还在杭州工作 那么又必须在那个时候 要到北京去出差 那怎么办 我这几只眼睛基本上是瞎的 还绑着那个纱布 那我就戴个墨镜 戴个大墨镜 然后跑到财政部去要钱了 当时我还只是个木道友 心里面就会一句祷告词 上帝保佑我 上帝保佑我 不要让我成为一个瞎子 我就会这样报告 别的我真是什么都不会 当时我还只是一个木道友而已 感谢神啊 我当时去了师长的办公室 也去了部长的办公室 遇到人都说一些道歉的话 说是我眼睛受了伤 所以我见你的时候 我就必须得戴着这个大墨镜 不是要在你们面前摆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走到哪里都是说 不好意思 说到哪里 但是 我刚才说了 感谢神 神也给我这样 当时的这一个木道友 也给了我这样的恩典 我虽然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 去汇报什么工作 仅然工作进展的 比我心明眼亮的时候 啥事都没有的时候 结果还要好 办得非常顺利 人家看到我这副样子 也很同情我 哎呀 行了 哎呀 小周啊 你要办什么事情 哎呀 你也就是个 看着你工作态度 认真负责的这个分上啊 那什么东西 如果没什么大问题 我们就跟你批了吧 我们就这么批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世界上 也许真的是有好人 但是我更为此而感谢神 但是当然呢 也有坏人 有小报告就 从北京打到了杭州 说在财政部建领导的时候 墨镜都没有摘下来 今天我想起来 真是感谢神 我们在激难当中 我们经常要求 自己求啊 神啊 你把我这根刺拔掉 神啊 你把我的眼睛快快的医好 但是神有他自己的做事的方式 就如同我当年 我真希望去北京财政部之前 在杭州的医院里面 看专家 这个专家 那个专家 我看了很多 能够把眼睛看好了 能够再到财政部 但是就不是这样子 就不定啊 而且到了北京眼睛这个毛病越来越严重 但是就在那种情况下 我把事情办好了 而且我到了北大的 北大医院 眼科专家那里 看了一次 而竟然就在那一次 把我眼睛基本给 治了治好了 感谢神 所以神做事的方式和神做事的时间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也不是我们心当中所要预定的那种方式和那种时间 我想在这个时间点 我想通过这种方法 我的时间点就是说 我要最好能够在去北京之前 把眼睛治好 我的方法就是最好能够在杭州找到一个眼科专家 把我的眼睛治好 但是神 能就让我带着这个痛苦去了北京 带着痛苦去完成了一个工作 然后到北大医院里面去见了专家 看了专家 配了药 把眼睛基本上得到了很大的环节 现在感谢神已经基本上都好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是要 这是大大的感谢赞美主 所以说我们自己多方多次的求 但神给我们的回应 有他的道理之所在 有他的办法 神给我们加添的能力 又是什么样的呢 是叫我们真正的得到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富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道载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阳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就是保罗认为 神加在他身上的 使他的软弱变成了刚强 如果我们回看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的内容 保罗除了在教会里面 被那些信心软弱的信徒 或者假使徒 或者假老师的攻击和怀疑之外 保罗还经常在陆体上受到攻击 经常被鞭打 被击翘 被吓在尖里 甚至被人用尸头打了个半死 拖到郊外去等死 等等这样的经历 但是神的恩典却临到他的身上 借着他所遭遇的这一切 彰显了耶稣基督的大能 成为福音的美好的见证 也见证了耶稣基督 在他身上死而复活的力 看了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想一下 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有一本很著名的书 在座的各位也许听过 或者看过 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奥斯托洛夫世纪 前苏联的一个作家写的 他讲的是一个保尔科查经的故事 保尔科查经眼睛也瞎了 瘫痪在床上 是这么样一个人 写的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有一句名言 当时我记得在我小学和中学的墙上 都用漂亮的书法字体写着 大标语 相成近框 挂在学校的墙上 为了激励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学生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大家可能有印象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回首往事 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保尔科查经 就是这个故事里面主人公 他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在自己一生里 也曾经经历过被遗弃和背叛的痛苦 可是有一种东西却救了我 我的生活是有目的的 有意义的 下面那句话 就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 可是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们今天所在的社会 活生生的告诉了我们 在地上建立 人的乌托邦的 这种人人平等的社会 可能不可能 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保罗 不是保尔科查经 其实保尔和保罗 保尔是那个保罗的俄语的发音 保罗 那么此保罗非保罗 这个保罗 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 神没有将使徒保罗 打造成一个钢铁战士 使得他在鞭打 受苦难的时候 刀枪不露 反而叫他经历到各种各样的痛苦 藉此显明了神 他自己在人身上的作为 正是保罗 谦卑在神面前 把自己完全的摆上 今天 他才激励了我们这么多人 能够走出来 能够赞美主 因得我们以前的不堪 我们反而去相信主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敬拜主 我们读经 我们祷告 也因着我们的信心 而去荣耀我们的主 保罗 三次求主将这一根刺拿去 那么我想现在回看一下 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 几次向父神求告 将十字架 将或者将这个苦碑挪去 也是三次 对吗 他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也就是一个是约翰 一个是雅各 记者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后面部分 他带着三个人跟他一同上山 耶稣基督对这三个人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耶稣基督要的是他的门徒 效法他 他教导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里古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主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的主 真是爱我们的主 他知道我们的心里古然愿意 但肉体却是软弱的 而且主的祷告 也给了我们这样祷告的榜样 他的祷告是以父神的旨意为终极目的的 他说 父啊 若可行 求你 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父啊 求你让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在人身上的这根刺 是不是一定要挪去呢 在生活当中的逼迫 疾病痛苦 都使我们软弱 有的时候 甚至让我们痛苦不堪 但是只有当我们接受这样的软弱 相信神必掌管一切的时候 神就会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出来 他必不叫这一切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 因为他掌管了万有 在他里面有丰盛慈悲的怜悯 有丰盛的恩惠 我们仰望他的时候 在我们自己的软弱当中 就会显出神的刚强来 就如同经文当中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最后说的那句话 他要叫扬得生命 并且得着更丰盛 那么我们今天看 总结一下经文 何以得刚强呢 首先当然是要谦卑 在神的面前 把自己的软弱 毫无保留的在神面前摆上 求神在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上做工 所以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才可能经历 大能大爱的神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 可以作为今天我们这一段 这个十二章一到十节的 这个经文的一个总结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凌辱极难 逼迫困苦为可喜乐 因为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想看一下 我们的呼求和神迹的显现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 神有的时候会说是 因为他是大能的神 他要成就成 他愿意就能够行 但有的时候说 神会对我们说 不 有的时候神会对我们说 等一下 就像保罗身上这一根刺 他虽然求告了三次 神给他的回答 其实是不 他有另外更美好的旨意 更美好的应许 加在使徒保罗的身上 对于我来说 我当时那个眼睛 处在瞎子那个状态 非常痛苦那个状态 神对我的那个祷告 其实就是那个等一下 无论神说是 等一下 甚至说No 我们都不要担心 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忠心的持续的向神呼求 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当然盼望神迹天天发生 那么我们请问一下 在我们身上究竟有没有神迹 我们先不要说别的 若是回望四五十年前 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 四五十年前 我还是一个流浪在上海各大医院的这么一个老病号 其实是个小病号 几乎病得要死 我母亲抱着我 到处流浪 不知道到哪一家医院去看好 但是今天五十多年过去了 我冷就在这里 站在教会里面 传扬神的话语 向信徒正道 而我的母亲 她也是一位忠心爱主的信徒 在她自己的另外一个教会里面 听得到 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迹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前我们分享过的 我们真光教会 和我们的姊妹教会 NWCC 帮助过的龙水孤儿院的那一位 无父 无母 没有亲戚的那位真正的妻儿 患有法乐斯四年症的 那个叫真真的 小姑娘 在我们这些信神的人的关顾下 一直活到了今天 按照法洛斯四年症的这个说法 按照我在上海医院的经历 一般说来 重症的法洛斯四年症 都活不过发育以后 但是真正今天已经长到了二十岁了 今年可能已经二十一岁了 成为了一个美丽的大姑娘 这是不是神迹呢 当然是 今天在座的各位 在线上 在听的各位 也许 大多数 曾经和我一样 都是一些无神论者 认为这世界上没有神 但是今天 大家都放下了老我 放弃了这个世界上的偶像 起来 追求神 认识真神 在这里聚会敬拜他 这都是我们以前 想都不敢想 想都没有想过的 但今天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这是不是神迹 当然是神迹 瘟疫仍然是孽 我们离开 3月15号那天 我们正是不能够用 我们租用的体育馆了 从3月15号到今天 8月15号已经有五个月时间了 我一直在担心 敬拜咋办 教会的人数会不会因为这个而锐减 教会是不是开不下去了 我当时心里面就那一句成语 叫做什么 行如搞木 心如死灰 可是今天看一看 我们仍然有 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聚在这里 每一次我们统计 基本上有60个 60位左右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在线上参加这个网络的十字敬拜 这是不是神迹 当然是 好 回过头来 我当时那个心情 叫做行如搞木 心如死灰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么一幅古画 这幅古画是什么 据传 是苏东坡的画作 唯一的一件传世作品 叫做枯木 怪师徒 在2018年11月的时候 香港加斯的拍卖行 创造了4.6亿港元的拍卖业绩 成为中国古代画 古画拍卖的最高纪录 请注意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话 其实是拍出七八亿来 甚至过七八亿的这个价格也有 但那都不是古画 古代的话都是国家的 国家文物保护的 一般来说是没有被拍卖的机会 但这一幅画是流落在海外 所以呢 他被搬上了拍卖行 排出了4.1亿 所以说4.1亿人民币的 这一个最高的 迄今为止最高的价格 但苏东坡画的是什么呢 画的其实是 奇勿论里面的一个场景 奇勿论是庄子 庄子写的 庄子最有名的是 一个是两论 一个是逍遥游 一个是奇勿论 奇勿论里面呢 一个是学生 叫做子游 还有一个是老师 老师叫子齐 在上面那个 那个是 那个像篡改那个篡那个字 念齐 子齐 指游问那个老师 行骨可是 如稿木 而心骨可是 如死灰呼 那个指游 问老师说 哎呀 人为什么 人的那个 行如稿木 心如死灰呢 他就 他其实问老师 老师你今天怎么这个样子 但是呢 他老师 子齐怎么回答 老师其实并不是处在一种 沮丧的状态 更不是处在一种 抑郁的状态 老师回答他说 今者武善我 人赖 地赖 天赖 不亦善乎 好 我给大家做一下解释 什么叫做 今者武善我 那位子齐 叫子齐的老师 怎么说 今天我已经 丧失了自我了 今天我已经 把我自己给死掉了 已经把我自己给挪去了 我只能够听到 人的声音 不仅听到人的声音 而且能够听到 大地 大自然的声音 而且不仅能够听到 大地和大自然的声音 我更能够听到 天籁之声 来自于天上的声音 不亦善乎 其实我今天好得不得了 我今天的状态好得不得了 你不要看我今天 行如稿木 心如死灰 其实我老师 子齐是今天的什么 是你见我以来的一个 很佳的 或者说甚至是一个 最佳的状态 这里我们就说 不亦善乎 我们可以看 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 除一位神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这里 他所有就有 万物都是借了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了他造的 这就是讲 天籁之道的 创造之道 同时 神又道成了肉身 成为在这个地上的 地籁之声 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 这些人听到他的声音 圣经当中有这样讲 让他的羊 认得他的声音 他成为我们的木人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赎之声 同时 他又拆向圣灵的宝慧师 成为我们心里面 那能耐之声 一个像能跟我们说话的声音一样 引导我们 跟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见证只等到他的再来 这是神借着天籁地籁人籁之声 给我们的这一个末世的盼望 感谢神